昨天又见,今天又见,我们天天相见 大家好,欢迎回到天天相见厨房 我是伟哥 红薯叶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在我们农村老家都会种很多用来喂猪 其实红薯叶呢,除了喂猪 还可以用来炒着吃 或者是做其他的花样美食 味道都非常的不错 那一般最为常做的就是速炒红薯叶 吃起来清脆爽口 非常的下饭 但是很多人在炒红薯叶的时候 要么直接下锅炒 要么就是直接焯水 这样炒出来的红薯叶颜色发黑 口感不脆爽 没有饭店的那么鲜嫩 那是因为你的方法不对 下面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怎么样做的 按照这个方法炒出来 它也不出水 特别的入味又好吃 颜色翠绿不变色 现在要准备的材料有 红薯叶猪油大蒜小米椒 首先准备一把红薯叶 把老的部分摘下来 在摘的过程中呢 就检查一下 叶子上面有没有小虫子之类的 这样一会 再清洗的时候就会简单很多了 这是我花了两块钱买的 看看这么一大把红薯叶呢 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的 一点也不亚于其他蔬菜的营养 所以我们平时都可以多买一些回来吃 全部扎好之后放入大盆中 先加一勺食用的小苏打 再加一勺盐 因为食盐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再加入多一点的清水 晃动食盐和小苏打溶解开 这里加盐和小苏打 可以把红薯叶上面的脏东西清洗干净 还有加小苏打呢 可以使红薯叶子不变色 然后放一边浸泡五分钟左右 接下我们可以多准备一些大蒜 蒜香味更加的浓郁 用刀给它切片 然后简单地给它剁成蒜末就可以了 让它有点颗粒感 蒜末切好以后也放入盘中备用 跟着准备几个小米椒 先把头切掉 给它搭配一下颜色 将它切成细圈 切好和蒜子放一起 接下来调个料汁 一勺食用盐 再加入一点白糖 一点点鸡精 加入少量的胡椒粉 少量的蚝油 一勺淀粉 倒满一小碗清水 然后用勺子将它搅拌一下 搅拌均匀 我们提前调个料汁 是为了炒菜节省时间 搅拌均匀以后 先放一旁备用 五分钟以后 我们再来清洗红薯叶 红薯叶要一根一根地清洗 因为红薯叶不打农药 里面有灰尘和虫卵 像这样一根一根地给它清洗 这样洗得更干净 吃了咱们也放心 看一下这个水 真的是非常的浑浊 非常的脏 多用清水给它多清洗两遍 直到洗至水清澈 再给它捞出来控干水分 再将干子和叶子给它分开 这样方便下一步操作 把叶子先放一旁备用 把叶子放入大盆里 我们往里面加点食用油 这样炒的时候就不会发黑 一定要用手给它抓拌均匀 使每一颗红薯叶都沾上少许的食用油 我们炒叶子菜 像这样弄一下 就叫油水混合物 炒的时候就容易熟透 抓匀之后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下一步操作 炒制的红薯叶一定要大火给它旺炒 而且用铁锅 铁锅的话导热更加的快 将锅给它烧热 烧热后加一勺猪油 这也是炒红薯叶好吃的关键一步 用猪油来炒会更香 还不会出水 素菜昏油 油热之后下入蒜末和小米椒 开小火给它 便炒出香味朋友们 家人们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星吧 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对我来说可以高兴睡不着觉 您的支持和鼓励 是我前进的最大动力 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 感谢您炒出香味和辣味以后 再把红薯杆给倒进来 因为红薯杆不容易熟 所以我们要先给它炒一下 红薯杆炒至五分熟的时候 我们把菜叶给倒进来 一定要开大火给它翻炒 不然的话红薯叶很容易出水分 我们在翻炒的过程中 时间也不要太长 炒的时间太长 容易发黄发黑 像这样大概给它翻炒个 五十秒左右就好了 接着我们把调好的料汁 给倒进来 然后给它翻炒均匀 食料汁都附裹在红薯叶的上面 这样一道简单又好吃的红薯叶就做好了 我们将火关掉 出锅装盘即可开吃 这样炒出来的红薯叶颜色翠绿 清脆爽口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而且像我这样炒出来的红薯叶 就是放上几个小时都不会发黑 像酒店一样翠绿翠绿的 吃起来也是水嫩水嫩的 这样看似简单的一道炒红薯叶 在炒的时候呢 也是需要小技巧的 平时要是喜欢吃红薯叶的朋友 以后您在炒的时候 就按照我的这个方法来炒 保证使您炒出来的红薯叶颜色翠绿 不变色就算是放凉了也不会变色 红薯叶像我这样炒过 发黑不出汤 而且经济又实惠 饭店卖三十一盘 自己在家做两块钱就可以搞定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帮忙给我点个赞 并订阅我的频道 别忘了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你有学会做这个家常菜了吗 下个视频中 我将会带来更多的家常菜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